台湾中时新闻网10月15日刊登文章 题为《专家青睐海昆舰有猫腻》 作者为陈超平 文章称 自制率40%举行了下水典礼 却下不了水的海昆号潜艇 居然得到了美国军事专家的赞扬 这位谁都不认识的军事专家萨顿 在海军新闻网站撰文指出 海昆号基本上由荷兰的舰龙级发展而来 且获美方提供的现代化系统加持 让这艘潜艇与时俱进 他说海昆号将配备美国提供的 MK48MOD6先进重型鱼雷 这一型号的鱼雷具备优异的反潜与反舰能力 还预计会获射程更远的鱼叉反舰导弹作为补充 萨顿表示海昆号是一款强大作战武器 萨顿的说法和台湾某些军事专家的 海昆号连同原有两艘荷兰造潜艇将有效封锁台海 嚇阻解放军舰艇之类的谈话相互呼应 文章称一艘尚未下水的潜艇 美台军事专家竟然可以预判它将能有效封阻解放军舰艇 是强大的作战武器 解放军潜艇配有反潜导弹 水面舰艇还拥有强大的烈雷及反潜作战能力 不知海昆号如何嚇阻 美台军事专家对制造潜艇的鱼羊 若不是具有某种对价关系 讲话不过脑子就是错把台湾人当傻瓜 文章指出众所周知 台湾并无自制潜艇的能力 照萨顿的说法 海昆号获得了美国提供的现代化关键技术加持 既然如此 为什么美国不干脆直接卖柴电潜艇 却要台湾花费600亿元新台币 去打造一艘自制率40%的混血潜艇 日本自制同行的柴电潜艇 造价不超过200亿元新台币 美国弗吉尼亚号核潜艇 造价也不过800亿元新台币 为何海昆号造价高得吓人 不论从性价比 还是从总体战略成本效益的角度看 潜艇制造政策猫腻甚多 文章认为 据说美国已不再制造柴电潜艇 因此无法直接军售此类潜艇给台湾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海昆号关键技术的取得 必须几经转手 中间过水的国家和军火商多 层层加码 雨露均沾 造价创下世界进入 也就不足为奇了 雨露均沙